这是不来自十年前的冷门神座 女主是一位身材妖劳的玉姐 她更是拥有一幅越少战斗力越强的设定 由于魔女和闲者的战斗世界走向了毁灭 所以拥有创世神左眼力量的近断之子 也被人消除记忆封印起来 500年后沉睡的猎天使魔女终于苏醒了 她化作修女的模样来到教堂里面诚心祈祷 不过她这一行为被一名记者偷偷地拍了下来 她没有理会而是继续祈祷 忽然教堂内出现耀眼的金色光芒 看来是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无数的天使从天而降 此刻贝优妮塔随手一挥一个法阵出现在上面 她一跃而起 直接从法阵中穿了过去 天使剑撞不对劲马上拿起长枪刺了过去 贝优妮塔一把抓住长枪一拳打在天使头上 将天使击飞出去 面对其他天使的攻击贝优妮塔也是轻松运动 一个一个的对付起来毫不费劲 可是双拳难敌四十 天使们全都冲了上来 下一秒贝优妮塔的衣服就被撕碎了 然后她也不再隐藏时 黑色的长发瞬间就把她的全身给包裹住 此时一旁的罗丹却从容不迫地弹奏着钢琴 不料这时有天使妄想对她发起攻击 把天使解决掉后她也用出魔法 成功地召唤出四把枪 这是她为贝优妮塔准备的武器 然后就用着刚到手的武器 开始对天使们展开猛烈的攻击 不一会的功夫天使就被贝优妮塔击败 击败最后一只天使她从楼上直接跳不下去 把偷拍记者的车直接踩坏 不过贝优妮塔却毫不在意 这时天空中出现一个金色索阵 一只巨大的天使从天而降 天使发出愤怒的吼声 然后就朝贝优妮塔走去 记者见状直接吓得开溜 贝优妮塔也发起了攻击 贝优妮塔的攻击对天使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她只能凭借灵活的走位躲避天使的攻击 此刻一头白发的女人在不远处看着这场战斗 贝优妮塔来到天使的背后 击碎了她的核心 天使瞬间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贝优妮塔说地狱的恶魔已经恶化了肚子 像她这种体型的猎物一定足够恶魔吃了 贝优妮塔召唤出来一头巨型恶魔 她虎视眈眈的盯着天使 恶魔张开深渊巨口 一口咬住毫无抵抗的天使 不一会的功夫就把天使吞噬带紧 贝优妮塔就这样轻松地击败了天使 战斗结束后罗丹说她还真是大闹了一场 还问心灶的武器怎么样 贝优妮塔对这武器也是感到相当满意 罗丹听后便满意地传送回 此时贝优妮塔注意到人间的记者 于是她将嘴中的棒棒糖放回了胸包里 传回人间直接走向记者 贝优妮塔让她不要再跟踪自己 路卡却表示自己是不会放弃的 要揭开她的真实面目 贝优妮塔直接用出魔法燃烧她手中的相机 路卡非常气愤 说之前把车搞坏的也是她吧 贝优妮塔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 路卡说她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记性茶 因为她怎么也忘不了二十年前的事 这个味道她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那天路卡父亲被杀石闻到的这个味道 她父亲被魔女绑在宫中 然后被无情地杀害 所以作为一名记者路卡要揭穿她的真实面目 路卡说就算她消失了 也会闻到名为瑞华之花的香味找到她 还吐槽里面有迷迭香的味道和她完全不配 这时突然传来警笛声 这里的骚动把警察吸引来了 当路卡回过头时被欣妮塔也消失不见了 不远处注视着一切的白发女人说道 男人是世间最强贤者 拥有创世神又也有她 与天使同盟想要找到创世神左眼 然后复活创世神开启新世界 拥有创世神左眼的正式魔女被欧妮塔 这时她走进一个空房间内 瞬间空旷的房间就变成一空间罗丹的酒 此时电视播放着拉格纳教的圣体 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信徒 因为这是五百年一次的 拉格纳神教的主神创世神将灵年 并且有不少信徒们用自杀来歌颂神的父母 但是放置其一体的大教堂却被人破坏 殊不知这人正是贝欧妮塔 电视还说支配宗教的教主 即将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旁男人说正是这样 他的生意才能做下去 他是通过葬礼从而获取报价 贝欧妮塔说他赚那么多也该付给自己报价 这时贝欧妮塔直接掏出枪让他说出情报 男人马上就耸了说他失去了记忆还这么凶 他二十年前在湖底的棺材里面觉醒 除了自己是魔女以外什么都不记得 猎杀天使并将其作为祭品献给魔物 这时贝欧妮塔说多嘴的男人是博不长的 突然电视上传来惊呼声 原来是教主巴尔德尔出现的 男人说就是他 这次的报仇想要告诉贝欧妮塔的情报就是他 他就是拉格纳神教的老爸 传说五百年前他就存在在世间了 这是第一次在民众面前露言 他就是和魔女深爱在一起的闲者大人 贝欧妮塔注视着电视机前这个男人 突然巴尔德尔转头看向他这个 极其小声地说着什么 贝欧妮塔的脑海里面瞬间回忆起一些画面 说完这些男人也离开了这里 这时贝欧妮塔从白宝袋里掏出口 罗丹说这是他觉醒之时就带在身上的东西了 不过就算看着他自己什么也都回省不清 现在他对那个叫巴尔德尔的人更感兴趣 他与自己失去的记忆有关系 罗丹知道他决定要前往那个城市 于是打开自己的武器库 便让他挑选自己喜欢的武器带着去 巴尔德尔也预感贝欧妮塔即将来找他 他要利用女儿体内的创世神又眼来创造新世界 一旁的贞德却觉得他就是个疯子 巴尔德尔却毫不在意因为贞德也臣服他 贝欧妮塔也坐上火车去往拉格纳教的生活 在火车上他又回想起小时候的画面 清醒过来的他注意到窗户外 有人用魔法骑着摩托车 此人正是全服了巴尔德尔的贞德 贝欧妮塔也意识到此人不简单 随后贞德便骑着摩托车来到火车的上方 从背后掏出手枪 然后朝着车厢内疯狂射击 贝欧妮塔便从车厢内跳了出来 一个华丽的转身成功地来到火车顶上 两人就在火车顶上互相对视 贝欧妮塔率先发问 真的没有回应直接冲了过去 并且轻松地躲过了子弹 很快两人便直接扭打在一起 从火车顶上一路打到一旁的山上 贝欧妮塔问他到底是谁 怎么会有和他一样的魔力 真的说只要打倒自己就告诉他一切 然后就骑车跑到悬崖上面去 贝欧妮塔也是紧奔气火 贞德直接朝他开出一枪 贝欧妮塔见状也开出一枪 两颗子弹在空中碰撞直接碎裂开 贞德直接冲上前一脚踢了过去 被踢飞的贝欧妮塔刚刚起身 贞德又跟了上来 实力强悍的贞德把贝欧妮塔强步踢裂开 这是贝欧妮塔看着眼前的贞德 又回想起以前的画面 居然是以前和贞德战斗的画面 这也让他震惊不已 不等他回过神来时贞德又是一脚踢了过 于是两人就这样拉开了距离 贞德吐槽他难道就这点实力 贝欧妮塔说再打几回合他就知道了 贞德却嘲讽地说就凭他手中的玩具 贝欧妮塔不以为然直接冲了过去 可是刚一开枪手枪就承受不住破碎掉了 贞德闪躲开后并没有发起反击 而是说这样下去就太没意思了 然后跳下去直接就走了 猛逼的贝欧妮塔有点猛逼 再看看手中坏掉的手枪 见状他也不想再去追下去了 此时两个巨大的雕像上 巴尔德尔把自己的女的瑟雷莎传送到这里 并让他一个人在这里乖乖等妈妈来接他 我没有见过比我还要变态的变态 男人半夜偷偷溜进玉姐家里 浑然不知的玉姐还在悠闲地泡着走 当他出来时就发现了男人的身影 男人却厚着脸皮说要杀药管自己不怕 可回过头来使他彻底震惊 因为玉姐一丝不挂地站在他面前 男人此时都紧张地说不出来话 玉姐淡定地走上前去 男人见他这汹涌澎湃的驾驶缓缓走 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瞬间就压不住枪 结果不小心就摔了下去 原来男人路卡调查模拟贝欧妮塔 发现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要去拉格纳交上的 于是就开车赶往那 而和贞德战斗完后的贝欧妮塔 再次来到罗丹的酒馆 他把损坏的枪拿给罗丹 罗丹搞不懂他干了什么才会坏成这样 但也只好答应他帮他修理 交代完后贝欧妮塔就走了 来到外面用手指就把摩托车给发动 然后骑上摩托车前往圣地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然后下一秒他就穿越进入另外一个空间里 搞不清情况的他听到一个声音 走近一看居然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看到他一边叫他妈咪一边跑过去 就在这时天上发出耀眼的惊光 又有几只天使从天而降 害怕极了的小女孩不停呼唤他 天使们直接冲向贝欧妮塔 贝欧妮塔拔出长刀 轻松地解决掉冲上前来的天使 贝欧妮塔一跃而起冲向天使 手握长刀的他轻轻松松地 就把天使给解决掉 这时有天使抓起了小女孩 就在贝欧妮塔惊讶时 红天使直接砍了过来 躲掉攻击后贝欧妮塔砍掉天使的手 把天使击杀掉后成功地救下了小女孩 泣死了 被欧妮塔让小女孩去躲起来 她还要解决掉麻烦 她发现天使并没有伤害小女孩的意思 问她把自己带到这里来有何目的 两人便再次扭打在一起 不过这个天使的推甲相当的坚硬 长刀砍下去没有任何反应 是一个比较棘手的天使 于是他也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一把长达两米半的锯齿刀出现 躲避攻击后被欧妮塔一跃而起 她用出权力直接一刀劈砍下去 强大的冲击力加上锯齿的转异 成功地破开防御击败了红天使 结束后得知小女孩叫瑟磊莎 并问她在这里干什么 瑟磊莎说爸爸让她在这里等妈妈来接她回去 不过瑟磊莎说她就是自己的妈妈 然后就恋恋不舍地抱着她 无奈地被欧妮塔只好把她给带了回去 她还发现瑟磊莎居然和她有同样的挂石 一瞬间她又回想起一些消失的记忆 回过神来时她便把挂石交给瑟磊 回到现实后他们一起泡起了走 此时路卡也偷偷地溜进房间 四处打探了起来 并且在桌子下面放了一个窃听器 当她准备走时却被欧妮塔给发现了 可当路卡回过头来时她彻底震惊了 因为贝欧妮塔一丝不挂地站在她面前 路卡此时都紧张地说不出来话 贝欧妮塔淡定地走上前去 路卡见她这汹涌澎湃的架手缓缓走了 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瞬间就压不住枪 结果不小心就摔了下去 还好路卡有勾索才没有摔下去 然后路卡利用窃听器在外面 偷通他们的对护 不料很快就被贝欧妮塔给发现 贝欧妮塔质问她到底想干什么 路卡说父亲为了揭开魔女和闲者义足的秘密 就献上了全部的人生 所以只要揭开他们魔女的真相 父亲的遗愿说不定就可以实现 所以这次一定要查出魔女和闲者的命 然后消失记忆的贝欧妮塔却不以为然 这时窃听器传来瑟磊莎的呼叫声 贝欧妮塔说照看孩子是很烦恼的 真想推给她管然后就跳了回去 第二天瑟磊莎找到了路卡 并在她面前大哭了起来 路卡这才回过神来 没想到贝欧妮塔真的把孩子推给她管了 于是她就告诉瑟磊莎会帮她找到妈妈 这时巴尔登尔感受到贝欧妮塔即将到了 主神即将复活天使们也变得躁动不安